由提案方案的人利用自己的平台 而是兩者同時 在你過去的經驗裡面 哪一邊發生的作用會更大 其實兩者都要 我剛剛講過 其實有些單位 如果他只是想要依賴你平台的推廣 想要打掉的 我覺得是很大 或許最近失敗的一個意思 其實老實講我一整年 這個案子讓我覺得我自己有點獨立感 其實我們五件失敗的專案 四件其實是在第一年嘗試的時候 失敗的 那我們是認為其實已經 慢慢摸索出大家可以溝通的這個方式 可是進行 就是在兩個多月前一個案子才失敗 這案子其實我心自接觸的 這單位是做什麼事情 他希望能夠募益禮款 他們機構有出一本會本 這個會本是在宣導一個觀念 就是不管人的差異怎麼樣 不管你是弱勢的 或是你身上有些疾病也好 那其實小朋友之間應該是歷史的正常對待 能不能應該用差異的演化去對待 跟你不一樣的人 那他希望藉由會本去到學校去做宣傳 讓小朋友去有這個想法的觀念 那他目前是跟機構買這本書 然後送到學校去 這個案子在他本來的平台 官網上面就在做 同時就在做 可是他也就是一部分的工作 一部分的錢想透過我們這台來錄 上架的時候 我想會奇怪 為什麼他的演出也沒有做推廣 他自己本身本也沒有做 也不做推廣 那我看他的官網也沒有做推廣 後來這個案子其實一直都上不來 那我自己其實有幫他做過一波的廣告 演出的廣告 做推廣 所以在剛開始的時候 大概跑了大概20% 我看到他在動 可是那個到了中間的時間 其實動不了 就是以為實在是10% 那我反過來我去他的官網 我看他的廣告 他自己都有一個動靜 有一次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把電話問他 所以我什麼都沒有看到 你們在主動推廣這些 我說我建議你們 還有很多的做法可以做 比如說你要通知你們的捐款者 你們之前有贊助過你們的人 這些我覺得很好的事員 可以去跟他們講 可是他告訴我說 因為我在故事的專案 跟他們平台上面做的事情 是一樣的 那他原來贊助者 原來捐款者已經捐夠多了 他不想在那邊打擾他們 那我說 好 所以他意思就是說 全靠我了 雖然沒有指甲 可是你感覺他意思是這樣子 可是 你會發現 我就覺得 我再怎麼力量 再怎麼推 再怎麼動 他其實就停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這其實就是 好多了 好多了 谢谢大家